从世界历史来看,国家之间那是分分合合,合久必分分久必合,如苏联解体,分成15个国家,南斯拉夫解体,分成7个国家,杰克斯洛伐克解体,分成两个国家等,而国家分裂的同时,也有国家统一合并,如下面这三个国家,都是由两国合并而成, 但是现在发展却是天壤之别,一个富德流油成以开发国家,一个却穷困潦倒,国内还闹分裂,还有一个至今战乱不断,民不聊生,这三个国家分别是德国,叶门,还有坦尚尼亚,首先我们来看德国,在二战后德国被盟军和苏联肢解,直接分成了东德和西德, 一个依附于苏联,一个跟随西方,从二战后分离了长达半个世纪,但是苏联解体前夕,西德和东德抓住机会,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谈判,最终实现了再次统一,也就是现在的德意志共和国, 而德国合并后,发展更加迅速,管时期内成为仅次于美,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,至今也是世界主要经济强国,GDP高达3,7万亿美元,人均GDP高达4,5万美元,是西方高度的已开发国家,可谓是富德流油, 是合并后,混得最好的国家,第二个是坦尚尼亚,坦尚尼亚是非洲东部区域的大国,但是其真实的国名是坦尚尼亚联合共和国,而这里所谓的联合,指的是曾经的两个国家,坦格尼克和桑北巴尔,这两个国家都是近代英国的殖民地, 但是国家规模宗教信仰,风俗语言都不同,坦格尼克有93,7万平方公里,人口5000万,而桑北巴尔才几千平方公里,人口130多万,是一个大象和蚂蚁的组合,而这个联合国家之所以出现,还是在1964年桑北巴尔独立的时候,感觉到自身不安全, 毕竟国家太小了,怕被英国控制,于是主动找到坦格尼克,要求合并,于是在国家的基础上成立联合国家,保留各自的总统和政府,赃给巴尔享受高度自治权,于是新国家诞生,成为了现在的坦尚尼亚,但是合并后,现在50年过去了,国家还是穷得叮当响, 到现在人均GDP才900多美元,是世界上最不易开发国家,而且不光如此,现在的桑给巴尔还后悔了,因为桑给巴尔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,所以桑给巴尔想独立单干,而坦尚尼亚当然不会同意,于是桑给巴尔一直闹独立到现在,第三个是夜门, 现在很多人知道夜门共和国,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现在,的夜门是由两个国家合并而成的,历史上夜门地区被奥斯,曼帝国和英国分别统治, 自后殖民势力退出,成立了北夜门和南夜门,当时北夜门实力雄厚,人口是南夜门的四倍,而二战后南夜门涌入苏联怀抱,受苏联影响,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,称为民主夜门, 而北夜门跟随西方,在冷战环境下,南北夜门也是不断仇视战乱,矛盾很深,尤其是南夜门,因为部落势力盘根错节,使得政变不断发生,在苏联解体时期,南夜门害怕受到西方暴富,因此开始寻求与北夜门的合并, 从1988年开始,两个夜门就在讨论同一问题,在1989年,北夜门总统阿里,阿古杜拉,萨利赫和南夜门领袖阿里,萨利姆,彼得签署协议,宣布合并,由北夜门总统萨利赫做总统,而南夜门则得到副总统位置,于是在1990年,南北夜门合并成为现在的夜门, 而合并后南夜门反悔,于是不断的内战